有一天我去陪酒 然後就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就有一個男生朋友約他來最好喝酒 嗯嗯 對 然後他就跟那個女生朋友說 欸這間店我開的欸 然後我帶你去看一下 然後那女生朋友跟我很熟 對 然後我就在店裡 因為我都會穿制服嘛 就像服務生一樣 那個哥就帶那妹子來之後 然後就說 欸還叫我過來說 欸弟弟過來幫我弄一下水 對 然後我那妹子在旁邊一直覺得很好笑 但是那男的我們還真的都不認識喔 他只是認識我們的其中一股東而已 其實在逆期這個節目裡面呢 我們會邀請時下的成功人士 來到我們節目裡面分享他的經歷 以及他最近在做什麼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呢 剛好是我認識的對象 然後我今天你看也是比較盛裝打扮 因為呢這個對象很討厭 就是人沒事長得帥就算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也都很成功 其實我是有點這個一方面小嫉妒 但一方面真的是很崇拜他 因為我在認識他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們也是因為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然後我在從旁觀察這個 我想說這個人帥帥的應該不會很聰明吧 結果沒想到 世界就是有這種狀況 人帥又聰明 然後呢他就是有很多小細節 我們等一下可以聊 然後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就是 歡迎美極品發肉燒肉店 以及未來還有很多很有趣的這個餐廳 像蘆蕉這個火鍋也有 但有些等一下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講 大家等一下自己看著辦 部分玩怎麼樣我們歡迎John 哈囉大家好我是John 那個人稱大安王嘉爾 自己說 哈哈哈 然後就是剛剛Evony他已經有很棒的開場了 那大概就如他所說的都是實話 對所以說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好好聊一下這樣 John就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目前正在經營的東西有哪一些 我目前正在經營的嗎 就是電商方面 其實我電商今年算是做第九年 對2015開始 然後Evony都有參與到我們的那個 電商的一部分這樣子 對然後電商的話有做美極品 就是賣一下女生的一些腳架 然後拍照的東西 然後因為疫情 所以我們有做了還有運動系列 對也是很美很美的瑜伽店那些 對那我要說一下我們美極品是 2015年全世界第一個發明 可以讚的腳架的牌子 所以也算是台灣之光啦 自己說 哈哈一切都自己cue 對然後再來 然後電商部分還有一個叫秘境 mystery 對就是做女性的私密保養的東西 對然後最近也出了男生的馬卡系列 喔也是在這個同樣的牌子之下嗎 對在秘境裡面 所以秘境裡面有女生的也有男生的 你看像Dior嘛就有Dior Man 然後我們就是Mystery Man 喔酷 把他跟精品放在一起 沒有啦就是 所以因為我們是不是有點走那種就是 比較情趣的部分 然後有加費洛蒙啊 然後有加就是女生就是加費洛蒙 然後男生就是費洛蒙還加馬卡 所以等於是情趣的跟私密保養結合這樣 對然後再來我們最近又推出了一個叫Good night Good joe 對英文是Good night 就是一個枕頭精油噴霧 對因為想說現在的人大概都睡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從就是枕頭精油噴霧切入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一系列的就是有關睡覺的產品 睡眠也有相關的 對電商的部分就是這三個牌子 那今年偷偷預告一下還會有一個寵物的牌子 哈哈哈哈 對對還有一個寵物的品牌 現在正在畫Logo了 對然後產品也弄得差不多 所以今年還會再有一個電商的牌子 就是做寵物的 對 本業啦本業本業就是做電商 對因為可能這兩年大家都已經忘記我本業做電商了 但我每天還是有進公司喔 我等一下還是要進公司 對就是白天白天做電商 然後晚上就是開餐廳 對那接下來餐廳的部分是這兩年多開始做 從2020的中秋節10月開始 對開了發肉的第一間燒肉店 然後發肉燒肉餐酒 然後在敦華北路上 對然後我們過了半年之後 在2021然後又開了發肉忠孝二店 那開發肉忠孝二店的同一天呢 我又開了一間餐酒館叫做最好 喝醉的醉 another round 對在東區大安路一段 然後它算是占地100坪的一間 就是餐酒館 東區蠻大間的 對那經過這一年多啊 我們最好也算是 就是不敢說台北天花板啦 當然就是天花板 哈哈哈哈 天花板還頂樓家蓋上去 對就算是在台北餐酒館 和酒吧界算是蠻厲害的 對自己說 但是其實是真的不錯啊 對然後 所以發肉現在兩間嘛 然後發肉在去年 現在2023嘛去年2022端午節 我們都挑節日開 端午節的時候我們開了第三間板橋 對板橋三店 對那板橋三店一開就是6月1號開 到現在2023幾乎沒有一天生意不好 因為板橋那邊算是 我們算是唯一比較好吃 但是唯一比較不錯的燒肉店 對所以在板橋也開得不錯 對那發肉的話又在今年228 2023年22把我們開了中國店 對武漢店 對所以今天給你錄完 我過兩天我就要去武漢了 對所以我們發肉是在這兩年多的期間開的時間 然後剛剛講的最好呢 我們也在去年9月 2022年的9月中秋節那一天 我生日那一天 9月9號我們又開了小最好 對在信義區在那個市政府2號出口出來 有一個加油站旁邊 對在微風信義的正對面 欸還沒講完還有一間 對在去年12月 去年12月 2022年12月 接近 欸算是12月 對12月的時候我們開了乳膠 好像是算是在這個這邊附近 對在中山區 然後我們開了乳膠 它是一個那個膠是 呂製旁的膠 對然後我們賣的是花椒雞火鍋 那個花椒的膠呢是那個 它不是你們一般想的那個花椒 辣的花椒 不是對也不是花椒也不是花雕 是花椒 它算是香港的一個 香港跟上海常吃的一個食材 算是一個新產品對不對 雖然是我在中國 然後跟香港常吃到 但台灣基本上很少見 對它是魚肚 對就是那個魚肚 然後把它做成乾火 然後我們把它弄入雞湯裡面 對花椒雞火鍋 然後我為什麼取名叫乳膠呢 因為花椒它本身是魚肚 它含有非常豐富的膠原蛋白嘛 對膠質然後女生其實吃下去就會補充它的膠原蛋白 然後讓你越喝越漂亮 所以叫乳膠 貌美乳膠 對所以就是開了花椒雞火鍋叫乳膠 所以這樣總結一下呢 幫大家總結一下 目前就是有三個電商品牌 然後跟七家餐廳 就是目前為止 那這七家餐廳都是在這兩年多的疫情的時候開的 超強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個來賓啊 他也是 他是以投資的角度 所以他的觸角很多 但是據我的了解 其實在這每一個的公司裡面 或者創業裡面 其實你的參與度都非常的高 非常的深 所以你目前就是這裡面 你大概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呃全部都是扮演創辦人的角色 對其實我個人其實沒有在投資什麼東西 就是你說股票啊 還是什麼虛擬貨幣啊 我完全都沒有投資 因為我不太知道怎麼樣理財 如果那個Avenue有拍理財的節目我就會看了啦 對因為我完全不知道怎麼理財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投資 然後對於我不懂的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做 那其實像美極品像電商這一塊 是我一直以來在做的嘛 那在開做餐飲業之前 其實我都沒有做任何別的事情 對就這兩年我都專心的在做一個牌子而已 對因為我就很相信 就是自己很努力才會得到成果這樣子 對那那關於就是餐飲業 就是我進入餐飲業之後就是開始開店 那我們開店其實都是從從看點 發熱第一間其實就是我跟另外兩個人一起開的 然後我們是我們是19歲就認識 然後在乾杯打工 對所以說我從早點啊看點啊 然後裝修啊然後試菜啊 招人啊然後開幕啊然後到一直陪酒啊 然後到接下來的一路就是都從頭開到尾 然後最好剛剛講的最好也是也是從早點 而且最好算是我是負責人 所以說我也是要最努力啦 因為因為我們也一開始也沒有店長嘛 然後我們也只有三個陣子員工 然後其實其他都是靠老闆跟股東的努力 然後把它開起來的 然後乳膠也是就是所有的餐廳就是 我不是那種投資的角色就是我是直接開店的角色 然後到經營的角色然後到最後再擴店的角色 對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今天這間店不是我從頭到尾把它開起來的 我不敢跟人家講就是我跟這間店有關係 對然後或者是這個事業我自己的個性啦 我自己的個性我不會說我今天出去 然後我只是可能丟個錢然後幹嘛的 然後我就說我是老闆 這我是我不好意思做的事情 但我覺得可能這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歡這樣子 就出去說我是那個老闆 那你問他說那今天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都不知道 對什麼都不知道 那甚至蠻好笑的就是 可以講體會話就蠻好笑的就是 我們店嘛因為我常會去陪酒 基本上是店只要開我就是每天去 然後去一個月去兩個月把它做到穩 然後再慢慢的去少一點 但是還是都會去 那有一天我去陪酒 然後就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就有一個男生朋友約他來最好喝酒 對然後他就跟那個女生朋友說 誒這間店我開的 然後我帶你去看一下 然後但女生朋友跟我很熟 對然後然後我就在店裡 因為我都會穿制服嘛 就像服務生一樣 其實我每天就在店裡就穿服 就穿制服然後幫大家服務這樣子 對然後那個那個哥就帶那妹子來之後 然後就說 誒還叫我過來說 誒弟弟過來幫我幫我弄一下水 對然後然後我那妹子在旁邊一直覺得很好笑 但是那男的我們還真的都不認識 他只是認識我們的其中一股東而已 對所以這種就是甚至他連投資都沒有 然後就在外面就說自己是老闆 我就覺得 這個世界 對然後當我們要開小最好的時候 他還約了我們那個妹子說 誒我還有一間店要開了 我再帶你去 他的入戲非常的神 入戲 對他的人色已經讓自己都相信了這樣子 對我們開什麼他就是有什麼這樣 對啊所以說我覺得 之後也是啦就是我 你還是抱著一樣的原則 我還是抱著一樣的原則 就是如果你想要開什麼你一定會 我一定要自己開 但是有朋友說他找我說 他們有牌子然後叫我加入叫我印 但我都會覺得這牌子已經做起來了 或者是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佔最大的 或者是主導權 或者是從頭開到尾的 我大部分都會拒絕 因為其實我的時間很有限 而且我希望 我投資其實也不是為了賺錢 因為這我其實也不覺得他是投資 我只是覺得好像在半價加久很好玩 對就是把每件事情都做起來 然後做到就讓大家嚇一跳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也沒有去想說 誒我做這件事會賺多少錢 或是賠多少錢這樣 酷 你剛講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時間很有限 所以 當然你現在已經累積了這麼多了 可能有一些比較 運輸比較穩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你現在大概一天 或一週的時間是怎麼分配在你這麼多的公司上面 其實我時間 真時間管理大事 對 我的時間其實就是 白天還是一樣一到五正常要進公司上班嘛 就是在電商公司 因為其實我們電商一直都是維持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牌子 三個牌子 然後加上未來的寵物牌 其實我們都是維持在八個人左右 對八個人左右 然後甚至有兩個是外包 所以我們辦公室其實大概就維持在六個人 對六個人然後加我 所以說我們就是做人少少的 但是我們要做很多事 對那所以說我自己就是也是要每天進辦公室 然後跟大家一起做事情 對就是白天的部分 然後 當然當然在開店的過程中 我會有很多時間是 因為畢竟老闆時間比較自由嘛 我可能要去看點啊 我可能要去開會啊 就是都跟餐廳有關 對 然後跟廠商討論事情 對 對那我就把它當做也是白天在開會 但到了晚上就開始精彩了 對大家 大家都是去約會啊 去看電影啊 然後想回家追劇啊 那我就是一下班 我就連飯都來不及吃 我可能有時候就在7-7買個包子 然後趕快吃台東西 因為知道等一下要陪酒 然後就開始 至少一天可能會陪 如果要開始陪 我一定會陪兩間啦 至少兩間 然後有時候可能陪到三間 就是我可能今天去發肉 那一間店 然後陪完之後再去最好 然後或者是再去小最好 對就是都會這樣子陪 那我我我講的陪酒不是說 我去斷斷盤子啊 跟大家打招 不是我去的話 我只要到店裡 我一定是從第一桌 開始喝酒 然後每一個人 我都要跟他喝到酒 然後一直喝到最後一桌 然後每一個人我都要聊聊天 都要問說 你怎麼會來啊 然後認識一下他 讓他認識一下我啊 然後喝完到最後一桌之後 你還要再喝回來 因為你只有喝一次 感覺就是沒有太有誠意 所以還會再喝回來 那其實我們餐廳都是接三輪嘛 那那今天這一輪走了 下一輪又進來 那我就再做一樣的事 對然後做到就是要去下一間的 然後再去下一間做這樣的事 酷 然後所以回到家 可能就都已經是滿晚的了 那周末的時候應該也要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周末了 對這兩年多 自從開餐廳之後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自己的時間 對那那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放假 什麼叫周末了 對但但但已經到這兩年多 到最近我開始有在調適 就是讓自己 因為可以出國嘛 對所以說就是會排自己出國 然後 但其實 其實出國是 手機還是永遠在這種工作的事 這你也知道 但但如果在台灣 我就無法放下心來 就是我今天如果根本 其實我這兩年多 基本上已經沒有 像我Tinder嘛 大家都有Tinder 已經沒有 大家沒有Tinder是不是 基本上已經沒有跟任何 就是女生在出去Dating什麼的 對然後 因為不需要 因為每天晚上就會吃 其實每天都已經看很多 對但也沒有 電影也沒看 然後飯也沒吃 那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吃 真的沒有什麼休閒活動 沒有什麼休閒活動 然後真的要去吃飯 其實就是去吃燒肉店 不然就是去吃餐酒館 然後基本上都是在做調查 就是哪一間新開的 然後為了目的 都是目的性去吃這樣子 對然後 其實像什麼新開的 新開的夜店啊什麼 基本上都沒有去的 對啊就是都沒有出去玩 就是餐酒館跟燒肉店 這兩個 大概都有講半隻火鍋 因為我們都在 我在開這些店嘛 所以我都會去吃這些東西 唯一的休閒活動 可能就是夜深人靜 已經到家可能凌晨半夜了 然後有點醉 然後要醉劇 對因為其實我也沒有 miss 料任何的劇 那你一天睡幾個小時 我一天大概都睡至少六小時 五小時 大概五六小時 然後就會自己起來 你以前都睡這麼少嗎 以前其實是在玩 然後在玩的話 其實時間也是差不多 玩到了凌晨 然後回去睡 然後不然還要上班 只是以前晚上的時間是在玩 然後現在晚上的時間是在上班 所以我覺得只是把不同 就是把上班那做完 就是換一下而已 所以睡的時間 但是你睡六小時 你是精神是夠的 我覺得還OK 因為其實要運動啦 因為我覺得 就是蠻呼籲大家 就是一定要運動 因為蠻多做餐飲的朋友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 一樣是每天陪酒 或每天這樣子吃吃喝 都走中了 對啊 但我還是蠻堅持 就是每個禮拜 至少也要去隔健身房兩次 然後可能最近有開始恢復打籃球了 因為以前真的沒有時間去打籃球 那現在想盡辦法讓自己 一定要每個禮拜有運動 那我的運動時間怎麼來勒 就是可能在公司 因為我的健身房在我們公司附近 那我就是上班上一下 然後趕快去運動一下 然後再衝回來這樣子 或者是今天如果沒有要去陪酒 我絕對第一選擇不是去約會 或不是去放鬆自己 我一定是去運動 OK 所以你的時間比較像是 比如說早上起來 可能就已經接近七八點 要上班時間 我早上起來大概 我都九點多自動起來 對 對然後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睡到六小時 因為你晚上要睡 就是冒涼三點才能睡 三點多 對要四點 所以你的時間比較像是 九點到三點 這一段時間 對 到凌晨三點 對 九點多起來 然後你手機的訊息就會爆炸 我現在只要手機拿起來 就是訊息爆炸 對然後 但我這個人就是處女座A型 所以我只要手機拿起來 就是要把所有的訊息 所有工作訊息全部都回完 對 然後不能有代辦事項 然後不能有checklist 然後都要把球丟出去 就一次都要回完 只要手機拿起來 對 所以之後就早上九點多起來 就回波 然後就準備要出門了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像現在的時間 就是 喔白天可能都是 電商公司的事情 對 然後到了晚上 就是開始是餐廳的事情 然後到了半夜 就是餐廳開始回報事情 因為大家下班時間都不一樣 你可能蘆膠最早下班 可能十點 然後再來follow十二點 然後再來想最好一點 然後最好兩點 然後大家下班之後 就開始交報告 因為我們是每天都有報告的 對 那每天都有事情要討論的 然後所以就是 一段一段一段的 那滿滿的事情 那很多事情 像follow現在 比較不需要我做決定的 除非行銷的部分 因為follow 算滿完整的體系的 所以他們已經自己都 店長們都run的很好 對 然後還有經理啊 什麼的 但其他店 就是滿多事情都是要 要自己決定 那你就要馬上下決定 然後跟做電商一樣 電商事情也是 我都要馬上做決定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會決定事情的人 對 因為其實你很長一段時間 只有做一個品牌 對 所以在一個品牌裡面加產品 產品線 然後或者是應該要再做第二個品牌 第三個品牌 你當中怎麼去思考這些事情 其實在疫情的時候 我覺得是因為疫情 讓我思考比較多這件事情 因為疫情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美肌瓶 有一部分是拍照的東西 然後有一大部分是旅行的東西 然後在疫情前 旅行的東西出來之後都賣得很好 就是 甚至都已經超越我們拍照的東西 但疫情一來 旅行都會直接剉舟 對 然後直接不會動 等於業績至少 年一月至少掉了三成吧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在思考說 如果我的收入來源 或者是我們公司的收入來源 都只有一個 對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其實蠻危險的 對 所以才開始就是 先試著做運動品加進去 然後之後又來再加那個 就是精油啊 然後再加女生私密保養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加進去 然後我才覺得說 其實這樣子多角的去經營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產品 會讓就是公司體制比較健全 但每一件事情其實都 不能虎頭捨尾啦 就是你開始了之後 就是要把它認真的經營起來 我也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每個禮拜四都會開會 對 就是算是我可以維持這麼多牌子 正常運作的很重要的會議 就是從下午一點 然後會一路開到六點 就是安排在這個 就是在辦公室 所以我禮拜四下午 基本上都不會拍事情 對 就是從一點開到六點 然後就把所有的從餐廳開始 因為餐廳廣告也是我們在投嘛 對 餐廳小便也是我來做 對 餐廳影片我來撿 對 從餐廳開始然後跟我投討論 然後說這禮拜怎麼樣 然後美金店怎麼樣 然後每個禮拜都review 這八九年還沒有中斷過 對 然後review完餐廳之後 再review秘境啊 再review股奶啊 再review美景品啊 然後所有的素材 然後所有下禮拜要做的事情 對 就是在那一天 就是全部都講好 所以以電商的品牌來講的話 你做的那個review 有一個大概的格式嗎 因為可能很多人也是在做電商 真的假的大家可能 我自己的格式是比較簡單啦 因為我們就是 先把訂單打開來看嘛 電商的話 先把訂單打開來看 然後 再把這禮拜業績打開來看 因為我們產品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每一個產品看ROS 然後看他廣告 這禮拜表現怎樣 然後哪一則好 哪一則不好 哪一則要修改 然後rending page有沒有要再調整的地方 對 然後看完之後再看蝦皮 然後再看某某 對 這是電商 然後餐廳的話 比較單純是 一樣是把定位系統打開來看 就是看GA 因為我們有串GA嘛 所以就是看 看這禮拜 在GA裡面有多少定位 那再跟上禮拜比 其實我都是蠻短期目標的 我都是跟上禮拜比 我都是希望不要比上禮拜太爛 都希望是越來越好 那持平的話也還OK 所以你們沒有設一個 比如說 預約目標 就是每一週去追每一週 對我就是每一週 就像我自己的手機好了 我的GA 我都是看每天跟上禮拜比 我都是每一週的同一天這樣 對 我都是很短期的目標 那你舉例來說 如果這個禮拜 比如說餐廳 或者是電商 有一些事情 可能跟上週比較不好 你馬上就會討論 對 我們就開始看哪一個 是因為哪一個流量少了 然後是因為哪一個素材 可能表現不好 然後是因為就是什麼原因 然後讓我們比上禮拜不好 還是缺貨的 還是怎麼樣 還是哪個團購開 或者是有什麼精品出來 我就會去分析原因 然後我們趕快改 然後看下禮拜他會不會回來 這樣子 對 就是也不會給大家太大壓力 我們就是都是跟上禮拜比 不會說我今年要怎樣 我今年要怎樣 我這個又要怎樣 這個又要怎樣 然後同時都不知道到底要怎樣 對 所以我都是蠻短期的目標的 所以你們不會 比如說每一個牌子 做一個年度目標 我剛剛我們這九年來 我也沒看過任何的 這種計畫書啊 報表啊 都不會請大家做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其實我最近在讀一本書 我覺得也很有趣 然後沒想到今天就剛好聽到你這樣分析 我覺得特有趣 就是 很多人就說 因為你在做年度目標的時候 那你的同事就覺得說 那我有一年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年三千萬 結果後來就是到第十個月之後才發現 還缺一千萬 然後就放棄了 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某種程度 不是年度目標 但是每一週都很緊密的在 是那個什麼KOR嗎 OKR OKR KOR是一間夜店 在童年上面 對 所以它這個年度目標 反而就是會讓大家產生一些錯誤的假設 所以後來那本書就說 那簡單一點就是 至少就是把十二週當一年 一季 然後你等於是把一週當一年的概念 對 我就是一週一週一週的比這樣子 然後一週一週的條 然後就是用這方 我不知道這方式行不行 就是我自己比較習慣的 所以每次開會就是跟上一週比 的確是 就是如果把每一件事情 都弄得那麼公司化跟規格化的話 那可能人力也不會夠 但是因為你把它限縮到 最簡單的情況下 能夠做到什麼事情 但這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因為全部的事情就是 我在看嘛 然後我在講 在發號私立 然後在檢查 那如果我自己 今天這禮拜講的事情 我下禮拜忘記了 然後中間我也沒有提醒大家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講過 對啊 那你下禮拜如果沒開會 或者下禮拜沒開會 其實這件事情也不會達成 因為我記性其實非常的差 大概今天跟你 等一下跟你講的話 下禮拜就忘了 甚至現在跟這座客人講的話 我繞一圈回來 我已經忘記他就 就是他為什麼來了 然後甚至還有我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記性是非常差 然後今天看到你這個女生 然後明天他再來 我也忘記我看過 你 都忘記 我現在完全無法記任何事情 但很奇怪的是 我們每禮拜 禮拜四開會的交代所有事情 我都會莫名其妙記得 所以下禮拜的時候 我就要當做 記性最好的那個人 說上禮拜講的那個 怎麼沒有做 對你就是要一直 一直把這種push出來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都不在意了 就不會有人在意了 對這個世界上 就沒有人在意這件事了 所以你就是要當一個 最在意的人 那我覺得大家 我們同事其實也蠻棒的 就是配合 配合這麼多年 其實大家都蠻知道我的個性 就是今天這個事情沒有做好 我到凌晨三點 我都會問你為什麼沒有做好 就是如果講好什麼時間 對然後 過了那個時間 我就會說 這東西咧 但我在問這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不管多忙 我都會問你 因為反正我也沒有在睡覺 大家都不要睡覺 會不會變成一個很壞的老闆 可是我覺得就是公司的文化 就是其實你以身作者嘛 然後接著就是 能夠加入跟留下來的人 就已經習慣跟了解 就形成一個 對阿 但我不會說你 我凌晨三點問你叫你起來做 因為我要問你是 因為我怕我明天忘記問 對然後有時候我 我會忍住 就是我想說 不要真的那麼逼你 我就忍住我就問我自己 我就在我的Line開一個 跟我自己的對話 然後我就把 每天早上就會想到 對我每天就把我要問的事情 都丟給我自己 然後可能就一件一件 把它check掉這樣子 一件一件問出去 我跟你講如果你換一個軟體 像譬如說slack 它可以設定就是 你現在打完東西 不要現在寄 而是明天 預約是不是 預約發送 那Line沒有 就是你就只能 就是麻煩 寄出去這樣 但是餐廳這塊 我真的比較抓不準 就是 我感覺那個裡面的事情好多 真的 就是你剛講說 對行銷你負責完 但是餐廳裡面 就是現場的氣氛 然後你有那麼多店 因為不像電商 電商反正就在網路上發生 你看報表的感覺 對 所以你怎麼在這個餐飲裡面 去控制就是說 maybe有些細節 你可能真的顧不到了 然後你願意就是交給別人 電商的話細節 像剛剛那個Avery你講的 就是所有的station 其實我 我是真的 只要看到不知道的東西 我就會很想去了解 所以不管是什麼流程啊 然後只要有一點點不懂的 我都會想要自己知道 甚至我要自己會做 然後我當我自己會做的時候 我才可以叫別人做 我才可以知道別人在講什麼 然後我在看電商的細節部分 我都會把我自己當作 我是消費者 對我在消費者 那我care是什麼 然後就換位思考 然後甚至平常在看 滑FB滑IG 然後滑抖音滑小紅書 其實我都是把我自己當作 消費者來看 然後看廣告啊 看什麼的感覺 然後只要看到 任何一點點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我敏感度是蠻高的 對 然後我就會馬上想知道說 這廣告是怎麼弄出來的 對然後這是不是新的版面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馬上請頭手來討論啊 然後什麼的 對所以說 當你對所有事情的敏感度很高 甚至你只要看到不知道的東西 就想要去把它知道之後 我覺得你就不會跟這個時代脫節太遠 對就不會脫節太遠 那回到那個餐廳的部分 其實餐廳它算是一個很大的家庭啊 對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制度面 然後還有就是人的方面 因為餐廳是需要大量的跟人接觸的 甚至我們也要跟人接觸 那你今天只要人表現不好 很明顯客人就會感受得到 不像電商 你今天員工都不在上班 之前公司居然不在了 你東西還是可以賣啊 當然還是要出 對當然還是要出啊 就你東西還是可以賣 全部外包也沒關係嘛 對 甚至都不知道老闆都跑了 對都沒有人知道 但餐廳就是很明顯 所以餐廳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SOP真的是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那個管理人的人也很重要 管理人的人就是 老闆或者是股東之間 一定要有一個很會管人的人 那他也很會抓住人心 像以Faro來說好了 我們是每個月都會有正職會議 正職會議就算了 就是是會有正職面談 一個一個談 然後都會列問題 然後一個個了解說 現在狀況怎麼樣 然後也可能會有就是 PT面談 就是都會有就是一對一的面談 然後讓老闆跟同事之間 然後更知道他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在想什麼 這是以人的感情面的方面 那其他其實 你說每天的那些 收店啊開店啊 然後還有所有的交貨啊 那其實就是SOP啦 就是SOP 那今天假如是SOP 設計得順的話就順 但不可能是一套到底 我們我剛剛說 我們是每天都會有 當天的值班報告 那值班報告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 有什麼問題就開始討論 那什麼需要優化的 就是直接馬上現場優化 然後優化之後 大家都正職都同意之後 關係職都同意之後 就會把它變成SOP 所以這SOP 就算我們現在已經開了 5台的時間 然後最好開2間 我們都還是一直在調整 就是所有的SOP 對 甚至對客人上菜上酒 然後甚至對客人服務的SOP也是 對 今天上這個東西要講什麼話 然後我只要到現場 然後像我就說 欸我們有一個 小最好好了 對 我們有一個中路的海膽的尖膽 對 一個歐風海膽尖膽 那上面其實那黃色的是海膽 但是看起來會很像膽 滿滿的海膽 然後我都很care說 我們今天上這道菜的時候 我們會跟客人講說 這上面是海膽 日本來的海膽 對然後今天是哪裡的海膽 刺海膽 北海道的海膽 哪邊的海膽都要講 那我今天主要到店裡 然後我跟客人說 欸你剛剛有吃到那個膽嗎 他說有啊 我說上面都海膽你有吃到嗎 然後客人說沒有 喔 我就知道他們沒有講了 但這要自己去查才知道啦 我就會這樣偷查一下 偷查一下 然後或者是朋友 會常常會思訊你嗎 或者是今天在外面見到的人說 他有吃過我們什麼店 那我就說 我就會問一些問題啊 那你就會知道說 欸大家狀況怎麼樣 對 但這種算是我覺得 老闆出來出其不義 嚇大家一下而已 但他們自己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愛這間店 然後他也知道我們想要什麼 其實他們就會 就會自己去 去要求這些 對 像是 我Google 我Google評論是綁所有店的評論 今天只要所有店的評論 跳出來 五星的我都直接不看 就我手機通知啊 每天晚上你就會看 全部都通知 都是Google評論 對 因為我們Google評論算還蠻厲害的 小最好一千多個 現在是平均五顆星 對 然後發熱可能兩千多 都四點九 反正每間店都四點九 然後都破千評論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是破千五顆 對今天只要這個評論 五顆星 我是基本上都不看 但是只要是四顆三顆 兩顆一顆 我都會馬上點開來看 那你看看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馬上截圖傳到群組 問大家了 那這件事情其實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或者是我們其他在管的老闆 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同事可能就會覺得說 反正他們也不覺得 這沒什麼 但今天我們非常care這個評論 然後care這個客人 在店裡遇到的事情 那大家就會很care 今天就會希望說 把客人弄得好好好的 然後讓他們不要有一些不開心 然後上來評論的狀況 今天你care什麼 就是同事們就會care什麼 你就要一直care下去 如果你今天可能 欸突然來個五個 一顆心評論 你都沒有跟大家討論的話 那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啊 你可能心已經不在這了 你可能有在比肩點的 或什麼 所以就是蠻明確的知道 就是哪一些事情 是特別 可能是一個細節的東西 但是你有抓到 然後讓大家也知道 你真的很在乎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說 那個餐廳裡面需要合夥人 我似乎聽懂一些什麼 因為其實當然我對餐廳是超級大外行 但是感覺就是第一個 因為它的分工太細了 然後又很重現場 對 所以你好像如果沒有一個跟你一樣 在乎這件事情的人 在那個現場的話 對 你只是透過員工的角色 然後或者是你沒辦法一直在那邊的話 好像那個文化 或者是做事那個氛圍 就沒辦法一直維持住 就會很不到位 因為其實你看 除非你今天開的是一間飲料店好了 就是你想做連鎖 你想做加盟 或者是那種加盟 對 因為我們是每一間都是自己開 大家都說 你開這麼快是不是加盟 不是 就是我們每一間都是 我們要從頭到尾把它開起來 然後把它做起來 然後再放手給店長他們 再去發揮這樣子 那這種店的話 其實我覺得老闆 初期的投入是最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你只是出錢 你們可能一群很有錢的人 然後大家一起丟很多錢 然後來開一間店 那其實你沒有 你可能外面請一個店長來 那你請那個店長來 讓他去顧 他也不是股東 他也不是什麼 他就是來領薪水 那大家都當過員工 我以前也當過員工 那我也知道說 我今天能過一天是一天 那我今天認真也是領這個錢 我不認真也是領這個錢 那我何必咧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不是一開始就是 老闆把這間店 就是在那邊顧 把它顧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個氣氛是不會感染到員工的 其實蠻多店我覺得開得好的 你說好現在日料店好了 現在日料店 大家很喜歡吃高級日料 那今天那個師傅不在 就是那個老闆不在 你會不會就不想去吃了 其實都真的是蠻吃老闆的光環 那好的是我們是 大家都問說 那你們覺得你們這樣能複製嗎 你能每天在每間店這樣喝嗎 其實一開始我以為不行 我以為 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我以為大家就是要看到 就看到我啊 或看到我們的老闆們啊 就看到其他人啊 但後來發現就是 弟弟妹妹他們都把這些都接手接上來了 那就算就是客人來 然後沒看到我們 然後看到他們 也都是可以很開心 然後想要再來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就很完美 對啊 所以其實並不是不能複製的 如果你在我們剛開店的時候問我說 能不能複製 我可能會覺得我也不知道 但現在問我們說能不能複製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OK的 因為像我們Farrow板橋店好了 六月一號開 然後我大概只去了一兩個禮拜 對然後就再也沒有去過 因為真的好遠 哈哈哈哈 因為你去完那邊 然後再去下一站陪酒 就是很遠啊 去很遠然後回來也很遠 所以大概就兩個禮拜 然後後來基本上都沒什麼去了 對但他們就是也是弄得好好的啊 到現在也過了幾個七八個月 我也沒有擔心過 很愈能好 對啊然後武漢我們就是也是派五個員工過去 對然後他們也是把店開起來了 然後已經現在在營運了 然後我們是這禮拜就是再去 就是會在那邊也是住個可能一個月左右吧 OK 對就是在那邊住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每天上班 但其實你看就是 就這樣子就RUN起來了 所以像這種所謂的這個 你剛才講的就是這個賠酒文化 這種東西就是變成是 我剛才理解的變成是 他可能不是說SOP 你可能不會說 你們現在每一個人來上班都要做那些 可是可能就是耳濡目染啊 看你這樣做 對因為其實做酒吧好了 這就是跟酒吧有關了 因為現在台北的酒吧其實 我開店前我都會把我們定位牆很明確 因為不知道FM有沒有常去酒吧 現在台北酒吧可能就是都是紀委酒吧 然後都是什麼亞洲五十啊 然後或者世界挑酒冠軍啊 作證這個吧 對那大家都覺得 這樣子開這個吧一定會很好 一定會很賺錢 然後一定很棒 因為大家都想要來喝 那說真的 其實酒吧我觀察 我自己也不是很常飽吧的人 但是我很喜歡觀察就是這個業態 因為我今天要開酒吧嘛 像火鍋店我要開 我就會觀察火鍋店 那酒吧我那時候觀察前 在開酒吧前我觀察說 其實大家就是 酒吧那麼多東區 我們現在開的是戰場 那一條街可能就有七八加酒吧 然後好幾條街全部都是酒吧 那你今天要去哪裡喝 你今天平常要喝酒的人 可能是他平常很愛跑吧的人 他可能就這間喝一杯 那個調酒師調的哪一杯 因為他那調酒師調這杯很厲害 再到下一間再喝一杯 那一杯可能才三百五四百耶 那我今天就賺你這樣子一杯的錢 那他們就這樣跳來跳去 然後甚至好久之後 才會再回到我這一間再喝一次 這要做到什麼時候 對啊這就是台北酒吧就是會 限於這個就是想要做很有質感 然後非常就是帥帥的 然後慢慢調一杯出來 好喝的酒 然後讓一個客人喝一杯 那這不是我們要做 因為我覺得這 我自己也不敢進去 因為其實我 我可能沒有那麼懂酒 那我今天點一杯 講Gin Tony好了 我點一杯Gin Tony 然後那把人都問我說 請問什麼Gin 你要什麼Gin 我講不出什麼Gin啊 你要來一種Gin 跟John一樣英俊 對 對就我會講不出來 然後我就會不敢去那一點點 覺得很沒面子 然後覺得自己很不懂 帶妹子去很丟臉 壓力很大 對壓力很大 然後可能都安安靜靜的 大家也不怎麼玩啊什麼的 所以我們 當初我想要開的就是一間就是 大家來都會很開心 然後就是開酒 喝Shot 然後喝好喝的調酒 就是 也不要這麼難懂的調酒 就讓你們都可以就是來這邊 然後不管是什麼人都可以來 對就是做一個是這樣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 你說客人自己 自己玩當然會開心 但是我們陪他玩他也會很開心 因為其實不太會有 就是店員啊 或者是老闆就是一起跟你們喝酒 然後一起拉酒嘴啊 然後一起玩一些互動遊戲啊 甚至我還設計那個互動的最好牌 對然後就可以抽牌 然後上面就會說 跟店員啦 雞 請店員畢東 找一個帥的小哥哥喝一杯 對或者是什麼 找一個男生打我屁股 對就是蠻好玩的 就是大家就可以互動起來 然後大家就會很想一直來 然後也不會說我今天來 就是想要喝你一杯酒 我可能想要在你那邊待 待到兩個半小時 因為我們有現用餐時間嘛 講到現用餐時間 這也是蠻重要 其實很多酒吧都不現用餐時間 那會讓人 他今天可能訂了11點 那你前面都不敢接人 然後或者是他今天訂了8點 你後面也不敢接人 因為他沒有限他時間嘛 但當我們開始限時間 然後當我們提早開之後 我們一人就會一直翻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優化的過程 對 那講到剛剛的陪酒就是 如果我們 我們一開始就這樣子陪客人玩 然後我們不在的時候 我們的弟弟們 妹妹們也這樣陪客人玩 其實客人就會很喜歡來 但其實這也會讓我們 其實我們為什麼做得這麼累 因為 你今天上次來這麼好玩 你就會跟朋友說 他們店很好玩 然後老闆都會跟我們喝酒 跟我們玩 然後或者是誰都陪我們玩 那他這次來 那如果你沒有在 讓他玩得像上次一樣開心 他就會覺得有點失望 對啊 所以說我們是走了一個 就是大家 可能 最辛苦的方式 然後去做這樣的模式 而且我們幾乎每間店都這樣 像火鍋店好了 你覺得火鍋店可能不能玩對不對 欸也可以 就是我就會想要把 服務弄到很極致 我們就撥蝦 今天煮好蝦我就撥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那種就是海底島 海叉 或橘叉 對 就可能他們 可能先撥好 漂漂亮出來 沒有我們一定要煮好 然後在裡面已經很燙 很燙 很燙 先撥 男朋友不幫你撥沒有我們先撥 然後明明已經手已經被燙到 都已經起燙了 不會燙不會燙 然後餵你吃這樣 餵你吃 對啊 然後那個 可能我們還有做降蟹 然後降蟹也是要先幫你 就是尻那個 蟹膏出來 然後弄到壽司上 欸弄好給你這樣 就是都會想盡辦法做到 就是很多 在體驗上面有一些 一致的服務 對 風值體驗嘛 大家最近有看的書 就是會讓 會有一兩段 讓你很難忘的回憶 在用餐的過程中 對 那這其實都是要靠就是 我們現場 呃 店員啊 弟弟妹妹們的 呃 Follow這些SOP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有SOP的 喔 OK 就是這個菜SERF的 這個過程當中 對我其實我們SOP 就是 其實我自己設定的SOP 是 是到甚至客人上 幫他叫完計程車 然後幫他開車門 嗯 然後開車門的時候還要把 那個涼糖 不是在櫃檯讓你拿 是從口袋拿涼糖出來 然後放到他嘴巴裡 或放在他手上 我自己是都會餵客人吃 放在嘴巴裡面 對我自己都是都會餵客人吃 但是 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做到就是 欸開門了 然後讓他上車然後再 倒一顆糖在他手上 對 然後讓他吃個涼糖 這樣子 對我不希望涼糖是 直接是在櫃檯被拿的 是自己進啊 這樣 對但到後來其實這個SOP 好像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一段就會變成說 欸看人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都 上班的口袋一定是放一個 那你們怎麼訓練這種SOP 你就要深叫啊 對啊 你就是一直做給大家看說 欸這個其實是可以這樣子 對 那你通常其實 有些老闆可能都沒有去點你 或者是 就沒辦法 你就是在群組或者是這個布達說 我們以後我們要跟客人要評論 欸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 然後我們這個也要一千折 就這樣講一講 然後你就想要你的同事 幫你做到 我覺得這就是對他們是蠻不公平的 因為你自己沒有在現場做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這個難度在哪裡 那你當你自己在現場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知道說 欸其實這個是有難度的 甚至 甚至在很忙的時候 你硬要塞一個什麼環節 這也不太可能 那所以 所以今天做行銷的 跟 跟你是做現場的 現場 你兩邊會常常說 你行銷一直要就是有的沒的活動 有的沒的什麼環節 其實現場都做不出來 所以我自己是有在在現場 然後我自己也是在弄行銷 所以我可以把 知道說 欸什麼事情其實是大家可以 就是一直去調整 到大家就是最舒服的做法這樣 酷 對 所以大家聽到之前就知道 為什麼John他能夠做那麼成功 在一開始 我就聽起來就是 在餐廳設計的時候 你已經想清楚就是那個 環節跟體驗 你不是說 我先開了之後再想 但是你感覺就是 你已經想清楚了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的定位 然後我這個餐廳 要怎麼樣能夠做出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要透過哪些體驗 去 不是只有定位 而是實際上又做得出來 然後接著 人要再下去 然後真的把體驗的表演 一次給你們 沒錯 所有人看 然後再弄上去 這很厲害 而且我想要補充一個 就是 其實我做了蠻多事情 我覺得都有 這兩年都有點改變餐飲業 對 像簡單一點 Link tree好了 就是我們 我們IG其實是放一個Link tree 那我在我放Link tree之前 兩年多前放Link tree 在餐廳放Link tree之前 我沒有看過餐廳是放Link tree 現在看超多人放Link tree 然後先導Line再導定位 然後就是以前也沒有人這樣 大家都直接Inline丟上去 然後叫大家去點連結 然後這個我覺得也是改變餐飲業 然後再來比較明顯的是 就是我們都會寫一個佐卡 就今天不管你是誰定位 我都會寫一個佐卡 假設Evernie好了 Evernie就是什麼 歡迎Evernie小哥哥 就是小帥哥來這樣子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Mary小仙女啊 然後降臨發肉啊 就是都會寫這些 那這些牌子 精美的牌子 其實都放在桌上 你竟然就會看到 那大家就會拍嘛 對 那大家就一定會拍 那這個其實我去越來越多電影 都看到大家就是 也開始寫這樣子 防撩你的話 然後放一些桌牌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其實 其實就這兩年在餐飲業做的東西 還蠻多都被 甚至我剛剛講的牌 我剛剛講的那最好牌 開始有酒吧 也開始做這些牌 就自己做這些牌 然後來讓客人玩 不是普克牌 就開始是一些指令牌 對啊 就是做蠻多事情的 我覺得就是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我 我憑空 可能用猜的 用想的 覺得說這事情 應該會有不錯的反應的 那我覺得還蠻開心 看到它的確是 造成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口碑宣傳 然後也寫IG的曝光 就自然而然的 然後也看到說 蠻多人在學之後 就覺得那自己可能 真的做多一些事情 像你從這個 電商到餐飲 你會覺得就是 以行銷的角度 你剛才講是 你運用了很多 電商的角度在思考 或你至少在經營的角度上 你有去想到 就是說那我的環節 LV 然後我的這個 FUNO 那個流程 怎麼設計 你覺得 以你觀察餐飲業 對 因為我剛才想說 這個人現在是不是在 降尾打擊的這種感覺 明明在某個產業裡面 超強 然後跳到一個可能 相對在數位行銷 沒這麼強的產業裡面 然後就忽然就掀起 一波這樣 那個 降尾打擊 降級打怪吧 之類的 對 降尾打擊 對 其實 真的很有這種感覺 因為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 在電商裡 倒一單的那個 CPA CPA跟那個ROS 大概多少 但我自己啦 我們自己倒一單的CPA 可能都要到 10塊美金左右了 對 然後ROS 你說有到4 就覺得很棒很棒了 這在我們的眼裡 是超級 高的 對 就是可以一直維持 我們是 對 都還不錯 就可以一直維持這樣 那我跟你說餐廳 我們FARO三間店 對 現在 那個大陸店 中國店我沒有投 因為還沒有 還不知道怎麼投 對 怎麼投 那沒有臉書是什麼弄 沒關係 不要怕 就是我這禮拜 你去研究 我就要開始研究了 接下來就是抖音 小紅書的天下 對 然後大壯點評 所以我就開始研究那邊 但我現在還沒開始研究 我還沒過去嘛 就快去了 但是台灣的話 我們臉書加Google 三間店 一個禮拜 大概投兩千多而已 對 兩千多而已 對 就是三間店 去分這兩千多 就一個禮拜 這樣算起來一天多少 七三二十一 一天三百 對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倒一單定位 可能就是四五十塊 對 四五十塊 而且四五十塊 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今天四五十塊 一單進來 那他那一單進來 那他可能來兩個人 他可能來四個人 那假設兩個人好了 客單兩千就四千耶 四十塊轉四千耶 超扯 那你一定會說 幹那我就把它放大放爆啊 其實也放不大啊 因為其實 餐飲業就有天花板 對 定位就是 位數就是這邊 然後對 就是座位數跟那個 都是天花板 所以就是到這個最舒服的狀態就是 FB放多少錢 Google在立商家放多少錢 而且甚至 細到就是可以把在立商家分成 就是 其實板橋的在立商家是表現最好的 那其實在東區跟宋安區 其實在立商家 基本上都投不出來 所以我 我在立商家我也不是都投 我也只投板橋而已 對啊 所以說我分的還蠻細的 然後 其實光這一點 要追單其實大家都追不到 甚至我部落客 我全部都會給UTM 對啊 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 就是如果你在進行餐廳 然後你大概聽不太懂 他在講什麼的話 因為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的生意哪裡來 你也不知道說你的客人哪裡來 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 就是有點這種 在降為打擊的感覺 因為你可能 你平常就算你餐廳做得很好 你可能也是亞洲這個50大 這個主廚 但他剛剛講的這東西 就真的就是你貨客 最重要的這些事情 對因為我會每個禮拜知道說 我這一禮拜的100組定位 150組定位 他的組成 然後他是哪一個部落客帶來的 然後他是哪一個管道進來的 然後甚至是哪一天我的LINE 發他進來的 對啊 然後就連廣告我也是 調整到 細到就是我酒吧的廣告好了 我酒吧的廣告 我是半夜12點到晚上6點 這一段時間 全部導你線上定位 然後接下來 6點到12點這一段 因為我們叫 Another Room 就是下一輪 你今天吃完晚餐 可以來喝的地方 所以我就只投東區 新一區 就我們附近的區域 然後讓你打電話定位 我覺得光這個定位流程 就是在廣告上就非常重要 因為我看到太多太多的廣告 大家不要再花錢給行家公司亂做廣告了 好多家就是我認識的餐廳 然後他們的廣告就是 到IG看到線動往上滑 到FB 沒了 就 看了廣告就 對 IG線動往上滑 然後就到FB 然後就斷掉了 然後甚至他可能 往上滑到發送訊息 那發送訊息也沒有 就是設自動訊息回覆 或者是要定位回覆 難道也是要你的員工 或者是你老闆自己 就是每天客人 往上滑到發送訊息 然後你就要在線上幫他定位 這也太痛苦了 沒辦法自動 對啊 就是我覺得流程基本上都是卡卡的 就是我在線上看到的餐飲廣告 然後素材也都是可能一張圖打到底 像我的素材 完全不打食材 這樣講 我全部都打就是我們在店裡玩啊 然後小哥哥帥帥的照片啊 影片啊 然後還有一些開箱 就是都是熱鬧好玩的 因為說真的 你今天和牛再漂亮 全部人的和牛都很漂亮啊 你今天火鍋在滾 大家都很滾啊 對啊 所以說客人我覺得他不會因為 你的照片拍得非常好看 然後說我要來吃 除非你是網美店 就是你的餐飲是 這個塔很漂亮 然後我想去拍這個東西 對啊 那你今天賣肉的賣什麼 其實都長得差不多 那可是店員和老闆長得不一樣啊 對啊 然後店裡的氣氛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打這一塊 那我也不會去打男生啦 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店 我都設計給女生來 對啊 就是 也造成真的店裡 大概都是八層九層 都會看到可能 台灣這六間店 進來可能 全場看不到幾個男生 甚至全部都是女生 對 我的確都是 廣告也是同女生 然後我們設計的所有的套路 都是針對女生 對啊 那的確就變成我想要的樣子 那你做女生有個好處 是你可以紅得很快 所以我們基本上開店 沒有一間店是不紅的 而且不是 就是要成才會紅 我們都要第一天就要紅 甚至還沒開就要紅 Follow我還沒開之前 我就直接hashtag 全台北最難訂燒肉店 然後 所有在外面遇到的人都說 欸那個Follow是全台北最難訂啊 就是超難訂的 其實 剛開始的時候 自己Tag 對 就自己講久就變真的嘛 我覺得我剛才還在講那件事情 就是說 那個台通很聰明 台灣通勤你第一品牌 我說他一開始就叫自己第一品牌 你就先把自己叫好 但你叫好久了就會變成 因為你就會往這方向走嘛 對啊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整對女生 那女生的好處是 你今天男生一大堆男生去吃你燒肉店 他會幫你打卡嗎 他會幫你宣傳嗎 不會嗎 他可能就是默默吃完 而且有時候送肉打卡的時候 就有點亂打一通 對啊 沒錯 對然後女生的話 你根本也不用送肉 她很認真 她只要開心 她只要覺得 今天有仙女棒出來 今天她要拍卡 對啊 然後今天有店員跟你喝了酒 帥帥的 然後或者好玩的 她就馬上就拍照打爆了 然後姐妹這時候就會怎樣 就會說 欸在哪裡我要去 他們就是大家有知道 250 是250定律嗎 就海底刀說 你只要影響到一個人 就會有250個人 被他影響到 然後進了就來餐廳用餐 你知道為什麼是250個人嗎 不知道 因為你婚禮的時候 不是婚禮 你上禮的時候 死掉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找到250個人參加 所以就是你這輩子 你可以影響到人 大概就是250個人 對 應該是250進的 對所以說就是 就是我覺得你只要 顧好一個女生 就可以顧好她所有姐妹了 她姐妹就會變得 就會擴散很快 就會擴散很快 所以說你既然要讓一間店紅 你就是 設計給女生的環節要多一點 甚至你直接把這間店 定位成就是讓女生來吃的店 酷 對 男生就來付錢就好 男生會來啦 就是最後出來 就可能說不好意思 我今天女朋友要付錢這樣 對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去John的店的原因 也是我表妹 她先被廣告打得到 她說 欸John開新餐廳 我說是喔 我都不知道 我說你怎麼被我來熟 然後我就是去負責 付錢的那個 對啊 那我設計的套路果然是對的 你套路完全重 對 其實像男人餐廳 對你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禮物 當然很多知識 你就把它運用進去 可是你是怎麼學習一件新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為了開餐廳 對 一定還是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你好奇想要了解 想要知道 你是怎麼去補足這些知識 其實在2020那時候疫情 然後要開Follow之前 我是完全沒有這個計畫的 然後另外兩個partner 我們小時候一起在乾杯打工 然後他們長大 其實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做 然後他們突然 他們原本是也是計畫在大陸開 可是遇到疫情回來 然後我們中間 這從49歲到現在37歲 那時候35 都沒有聯絡喔 然後他們突然就打電話 就給我就說 欸那個我們可以去問你一下 餐廳行銷的事情嗎 然後我就說 欸餐廳行銷我真的從來沒有做過耶 然後我自己沒有做過的事 我就不會亂講嘛 所以在外面講的 其實都是我有做過的事 就是經驗分享 但是我沒有做過 然後他們想問我 我就說 你們要幹嘛 他們說要開店 我說那為什麼不找我一起 因為那時候我很閒 那時候疫情 然後我沒有辦法去大陸出差 因為工廠也都沒有辦法去嘛 所以我在台灣其實就每天約會 然後已經約了一年了 對然後每天約會 然後吃飯喝酒 約會吃飯喝酒 然後上班很無聊 然後我就說乾脆一起開 所以就剛好那時候就一起開 然後開了之後 我才開始就是做餐廳行銷 然後邊做邊學 跟當初做電商一樣 但是當初做電商的時候 我做美肌品的時候 其實也是什麼都不會 然後邊做邊學之外 就是我會把市面上 像是該上的課 然後該看的書 所有的行銷的書 其實都全部看完 然後開餐廳也是 在開之前就是我把 基本上市面上能看的 餐飲行銷的書 看完甚至連 餐飲算利潤的書 然後還有 就是所有什麼 開小店賺大錢 然後各種 還有裝潢的書 對裝潢 我連裝潢的書都看 然後食材的書 就是騷肉的書 就是有那種騷肉大權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看一看 當然不是我做 我就會丟給我的朋友說 我覺得這倒可以試一下 然後那倒可以試一下 然後就是 是把自己先準備到最齊全 然後什麼事情都 都大概知道了 然後也會去問 就有開餐廳的朋友 然後去問他們很多 我可能看到書 遇到的疑惑 經過他們解答 然後知道經驗之後 我覺得就會讓自己 比較安心的 不然自己其實 沒有準備好就要做這件事情 會覺得有點怕怕 因為大家都會對你期待很深 我就是在大家的期待下成長的人 每個人都會覺得你做什麼 就應該要成什麼 那你就會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有沒有 你就會覺得不能讓自己 就是做不好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樣 但我感覺我也是 就是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市面上的所有的書 狂看啊 狂看啊 對啊 就不能讓自己有任何的 那個資訊落差 你知道嗎 對 你一定要把自己補到 就是好像知道了這樣 好 那你們最近 是怎麼 有機會跨出台灣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門檻 就是 你現在可能在台北 對 新北你大概比較能夠顧得到 對 那這次挑戰國外 對 這次其實先挑戰的是中國 因為 我另外兩個partner 就是我剛剛講說 他們之前想在中國開 然後遇到一起回來 所以他們在那邊 其實已經有準備一陣子了 只是沒有開 對 那我們這次過了兩年多 大家信心起來了有沒有 然後就殺回去 對會先開這邊 然後其實這次的狀況看下來是 準備到開其實也是很SOP的 所以我們算蠻順的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要再開往其他國家 其實我覺得都不成問題 像之前我有去曼谷看那個店面 對那搞不好就是在明年 今年底或明年吧 搞不好也會開 你說開在國外是賺錢嗎 其實沒有 我覺得是一個夢想 嗯 然後是給就是同事們更多夢想 對 因為今天同事會覺得我在 我在Farrow 還是我在你這邊上班 我真的是在外面講出來很有面子 欸我在哪裡又開了 我在哪裡又開了 那他們也會有一個近身的機會 因為今天當你的店裡面人多了 那一定會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他們是有資格當店長當副店長 對那你有一直在展店 那他們就會有機會是去那邊 直接當店長副店長 所以大家也會一直想到留在這邊 因為大家其實都覺得餐飲業很難招人 那我們算招人也算順利 就是都滿多其他燒肉店可能跳槽過來的 然後已經很厲害的餐飲店跳槽過來的 然後想來學東西的 對啊那他是因為看重說 你們可以這樣子 在海外又開 新北又開 新北沒什麼人敢開 我們也開 然後接下來開台中 然後再開可能其他國家 那大家就會對這個品牌越來越有信心 那你說最賺錢那當然是越進越賺錢 你說再開台北 那台北的生意好 其實不會輸就是在中國的一間店 然後甚至也不會輸曼谷 搞不好曼谷開得還比較小間 或者是我今天狂一點我直接開東京 在東京開一間燒肉店 開一間小小間的 其實如果在行銷策略上我會想這麼做 對因為我今天直接燒肉打回東京 說真的就是我在那邊表現怎麼樣 你們可能也都看不到啊 但是我今天燒肉打回東京 這是行銷的角度啦 但我覺得比較多的面向是 我覺得要給公司員工啊還有同事 還有股東們就是更多的信心 對那你現在打算就是長遠來看的話 你目前是怎麼看你現在所有的這個生意呢 因為現在這是真的很多嘛 因為餐飲的可能大家股東的架構也不太一樣 感覺都有不同的合夥人 對那可能這個你的電商品牌 那你最後是怎麼看待這一切呢 因為現在當然就是超級忙 我猜你可能也沒時間想就是 對老實說就是我兩年前就是也沒有做那麼多事 然後剛剛講的電商的信牌 這些都是這兩年一起弄的 對都是在最忙的時候 然後把這些東西弄出來的 那說真的我們的股東結構其實都很單純 然後大家會入股我們其實都是朋友 然後大家也都不會care就是錢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股東是缺錢的 對所以說我覺得這是一個第一點 就是還不錯的地方 大家都是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我們我們自己身為主事者 我和我幾個胖我們身為主事者 我們又是最努力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股東從來沒有炒過價 這麼多店然後這麼多股東從來沒有炒過價 然後大家也不會care的說錢 大家只會care的說 錢夠不夠用賬 在外面 不需要再匯個兩千萬工具商店 或者是在外面有聽到說 哪個朋友用餐不錯很開心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有面子這樣子 對所以說我覺得這都不成問題 然後我們也沒有想過 我自己啦我自己沒有想過說 有人就說那也要不要 你們都已經營業都好幾億了 大概算也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說要不要打包上市 我就回我朋友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我只是想要把每間店都開起來 然後都把它開得好 對啊然後自然而然就是想說 在中間的成就感 也就沒有想過說什麼 我要打包賣掉啊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世界離我太遠了 對我只是覺得 可能我比較不會做生意吧 對我只是想要把下一步弄好 像今年我就 我們如假要開二店啊 然後我們發熱要開台中啊 然後我們可能大陸要開起來啊 然後慢軌廂開啊 然後最好再開第三間啊 對啊然後就是這樣子一直開店 然後自己的牌子就 誒寵物品牌 所以我大概就 心裡就是有這些目標 那我就會把它達成 因為我的目標我每次都會先預告 然後預告出來 就會Push自己 就是誒今年就把這件事情做好 其實這樣子就很多事啦 對 你說有人可能好久好久才開一間店 或一間店開好幾年好幾年 對 對啊那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真的是 是就是一瞬間 在短時間 對啊那你說有人電商牌子創業 可能可能要籌備一個牌子 哦要半年要值多少久 沒有我們就是想到 我就要把它做出來 對啊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還蠻蠻驚人的意志力和執行力的啦 對 就是都要把事情做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讓自己沒有人生就會有了 對 這樣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在旁邊聽 就會覺得會不會有一天 你會覺得哇我怎麼這麼累 就是覺得哇靠真的太累了 就是我感覺過去兩年你好像是 因為大部分人就是 短跑衝刺 可能衝一陣子 開一家店衝三個月 那我感覺好像過去兩年的時間 聽這個 聽這個節奏來說 感覺你就是跑了一場馬拉松 但是全程都是用衝刺的速度在衝 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累嗎 累 其實當你很累的時候 你的快樂就會變得很簡單 就是當你很忙很累的時候 你的快樂可能就是 啊我現在下班了 我現在弄完事情 我可以來看卡通了 對 然後或者是 我今天可以去運動了 然後 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情 我就很開心 然後甚至我 喔我可以好好坐下來 吃個飯了 我就會覺得 欸這件事情是 是蠻快樂的 就是快樂感變得很容易 然後變得很大 自己人生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喔希望可以就是 兩天好了 給我兩天或一天 就是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要看 我就會很快樂 但是這個願望都沒有達成 就可以廢在那邊這樣 都沒有達成 就過年都廢不了 我們過年也繼續開 然後過年我反而是 排最多 最多書要看的 因為可能很多書都沒看 然後都累積在過年看 對啊 然後所以說 我覺得快樂會變得很簡單 但 但這些 這些就是努力啊 我覺得都是會讓自己覺得 就是很充實 我還蠻享受那個充實感 對就是 如果沒有這些充實感 充滿我的生活的話 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 有點無聊 就很怕無聊 所以你對比 比如說你過去兩年的時間 你覺得這兩年的時間 是人生最精彩跟高超的 對就是分手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交往 就是如果有在交 交女朋友或什麼的 然後就會 就會 人生就會變得 比較 比較放鬆 比較放鬆 對就覺得 這樣就不錯啊 這樣天氣相處 但單身之後 我覺得這一些事情 就是可以填滿 填補 就是填滿 你所有生活的空檔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時間 想要去談戀愛啊 或者是幹嘛的 就完全不會想 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超級認同的 所以你的生意 你可以講嗎 我還OK啊 所以我覺得你過去兩年的生意 做起來其實跟單身是有差 有兩個情況 會讓一個男人 特別專注在事業上面 對 一個當然就是單身嘛 所以他有一個就是時間 還有一個目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穩定交往 就超穩定交往 這是兩種人 對 目前有什麼想法 沒有 就有兩種人 一種是他超穩定交往 就是你剛剛講的 然後他 可能有買房子的計畫 有生小孩的計畫 他就會很認真去賺錢 對 這是這一種人 然後有一種就是 他越單身 他想要就是 越帥 然後就想要就是什麼事情 都做得很好 然後越來越多人崇拜 那我是屬於就是希望很多人崇拜的那種 喜歡活在掌聲的 我也很不會言 就是說 蠻喜歡活在掌聲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超穩定交往 你就很 你可能掌聲只有老婆 或女朋友 對 然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單身 你的掌聲就是來自於四面八方 對啊 所以說 所以說我就會覺得 那我可能會走 所以你現在享受現在的這個狀態 對 對 當你可能又到了另外一個level的時候 不管你是單身 還是你是交往 還是你是結婚 其實 你可能都會有掌聲的 因為你已經就到了更高的 更高的層次了 對啊 我覺得就是人生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我覺得你反而也超級認識自己 反而超級真誠 像我就是我對他的感覺就是 這個人超真 very real 然後他不會 他也不會什麼任何的隱藏 反而他知道什麼他就分享 他也沒有 因為他反而一直在搞新的事情 你也追不太上這個人的速度 這種感覺 好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就比較世俗 就是那你現在 當然這些東西都蠻成功的 當然私產你也是有在累積 所以目前賺這麼多錢 打算 其實像你這樣聽起來好像我們 餐廳一間開一間嘛 對好像很專業 但是其實我們 蠻特別的是 我們發表現在開四間 我們就是第一間我們有丟錢 然後接下來就是 半年回本開第二間 然後再半年回本開第三間 然後再半年回本開第四間 然後最好也是 超厲害的吧 半年回本 感覺聽起來是很厲害的 像最好我們三個月回本 通常業界是大概 兩年以上 對嘛 我就想說我身次都很長 然後但是會貪五年 對啊 那超厲害 然後就是我們最好 回本之後開銷最好 然後蘆膠就是 我們可能要丟錢繼續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期待他趕快回本之後 開第二間 對 所以說 其實是有 開始分紅了啦 就是有開始分紅 但是那個分紅可能都 差不多打平 你之前丟出的錢 但是雖然說打平的 打平就等於說 你什麼錢都沒拿出來 但你現在已經有這麼多店了 對 你已經有這麼多店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開店速度沒有停下來 再到今年底 或者是我覺得明年 欸 店又更多 但是那麼多店在賺的時候 才會開始再分到更多的錢 這裡餐廳的部分 但當然說 店商我覺得就是穩穩的 我們就只求就是 就是 每年有賺錢 對 對 然後不要 不要讓他想死 我想要讓他一直做下去 這樣子 對 然後你其實也不太會有 太多的物慾 因為也沒有什麼時間 你是銀行裡面 不放太多錢 就是如果有錢想要投資出去 還是其實你的銀行裡面是有一筆存款 是 銀行是有錢的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錢就是 你可能隨時會發生什麼 欸公司的事情或什麼 我都會 我覺得都會保留 甚至 像我今天隨便開一個產品好了 新的產品 我可能就需要開某費 我可能就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 我自己是不會把 就是錢回來 我會理論你就是都留在公司 是錢都是留在公司 對 因為其實開發產品也需要錢 然後做新品牌 你說 我今天做一個新的從事品牌 我會開始要買貨 我會開始要幹嘛的 其實 做一個新的牌都是要錢 然後做 都是可能要幾千組 幾萬組在做 所以 所以你沒有那個資金的話 你可能就不是說 我今天想隨心所欲 我想幹嘛就幹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賺到的錢就是要留 所以我不會覺得 以我目前 就不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把錢拿去 投資什麼股票 或者是投資什麼 我會把錢留著 就投資自己的公司 就自己的公司 就一直回到自己的公司 或餐廳的這個上面這樣子 那你現在就是工作這麼忙 所以也沒有什麼時間花錢 我本來就不太 就是花 對 沒有我這一次遇到你 你穿的帥的 三套式的 真的嗎 都別人送的 真的啦 就是大家看我很可憐 每次穿一樣的衣服 大家都會送我衣服 我就覺得謝謝大家 對 所以應該就是大部分 就是在公司裡面上班 然後又疫情關係不能出去 然後又一直回 對啊 但現在現在能出國了 我就會覺得 可以可以 對自己好一點 所以我就會 像上禮拜去滑雪 我覺得 那是蠻久以前就排好 我就覺得 不管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還是要去這趟旅程 對啊然後 太高興 終於有機會可以休息一下 對休息一下 就是這個契機 從去年 去年11月底 然後我們肉商 就招待我們去西班牙看豬 看一筆豬 然後我真的是 就是連也是去了八天 然後算是出差 但是其實行程都很臭 然後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 好像就是讓自己 過這樣的生活 然後你 我在台灣其實事情 還是會run 那你就另外一個方式run 我就覺得那 常常讓自己離開 然後讓事情可以這樣子run 好像也是一個解法 對不然在那之前 其實我都覺得 我自己一天一刻都離不開 但一離開 世界還是在run 大家沒有你還是可以 但是你就是提供適時的 適時的工作方式 就是適合的工作方式 而且在去年 沒有去西班牙之前 就是我整個人 就是超級內奔迷失調 從來沒有講 狂長痘痘痘 都長在脖子啊 什麼的 真的可能太累了 對然後可能是真的有點 然後一去 第二天第三天 就全部都好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適時的調適 然後想到自己舒服的工作方式 我覺得是 是也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現在也是在學這一點 酷 我相信你會越來越 找到那個平衡的方式 因為你還幾歲 我現在37歲啊 1985 看起來很像28歲 謝謝 可是這兩年老很多啦 兩年前可能看起來更小 可是這兩年老很多 我看還好 其實我看還好 就是黑眼圈 黑眼圈有一點重 可能是昨天晚上 我這兩天都吞酒 好 非常謝謝John來今天 這分享超級多內容的 謝謝John 謝謝Evanie 謝謝Evanie הק 感谢观看